本節目內主持人及嘉賓的言論純屬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大家好 六月二日 六月剛開始了 六月幾好 六月有五個禮拜 還虧有五個禮拜前後 五月剛過去了 上個禮拜我就說做到六月三十日 第一要先交代一下 因為很多朋友又打電話上來 又訪問我會去哪裡 去哪裡 然後就不用擔心的 其實最主要是放暑假 放暑假六月三日之後七八月就應該放暑假 九月就應該繼續回來 所以你付費了的朋友 就直播兩個月 沒什麼特別的 如果你是未到期的 即是到六月三日前未到期的 那些就自己退遲九月再算下去 九月之後再算下去 純粹是這樣 因為實在每個禮拜五做節目都很困難的 大家都知道 其實我做了差不多兩年 由最早的WeChat 應該是2015年的九月 開始做到現在 前來做了兩年 每個禮拜五都會出現 幾糟糕 你說是不是 本來以前好像很自由很自由 結果就為了每個禮拜就要準備 結果也是頂不住了 還是要放假才行 所以這次也要跟鱷魚聊了 我多謝各位支持的朋友 在不同的媒體 跟我說不如你去哪裡通知 其實你是搞錯了 如果我是做這個節目 我都會在MHK做的 其他Facebook那些都不會考慮 又或者怎樣收費 原意都不是這件事 因為希望可以帶多一些觀看給MHK 好了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當然一般沒有付費的人都不用擔心 付費的人都不用擔心 為數人不要 可能九月回來做的節目的內容就會 現在正在想可以多開一個節目做一季 三個月 九至十二月 九至十二月毫無意外應該是 KC推普圖或者可能都會多開一個節目 只講Fundamental 我這個節目就是只講技術的 另外一個專門講Fundamental 就是講一些公司的可能什麼都講 總之不講技術 可能講一些負債表 講一些行業分析 又可能講一些經濟數據 可能做一些那類的那些 在構思中 因為準備一集是挺花時間的 不是那麼簡單的 可能那個節目就是講很多經濟數據 那個trend是怎樣走 又可以順便分享一下 原來這些數據怎樣用 過往怎樣影響市場 這些都可能教育性強一點 不是賭博性 賭博性當然不夠我們這個節目的賭博性這麼強 第一件事介紹各位網友 有一位朋友我會介紹他去郭泰做游對沖 就是做游對沖的 就是我們其中一個會員 在我們非付費網頁裡面介紹 看到嗎 阿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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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油 直至44元 多夠吉市 是不是 44元 他寫這段文章的時候 是說5月26日 5月26日的油在哪裏 5月26日的油在哪裏 這個 有當其時 就是在 很快很快 這些才是波 怎樣會請那些廢柴 拿盤就輸80億 這些才是好東西 嘩有跌穿了47元 剛剛跌穿 現在5點8了 節目待會20分鐘之後出街了 5月26日 5月20幾日的時候 在這段時間 那時候油在50元 51元 在這個位置 51元 在5月26日 在這裏 有料到 請阿奈 請阿奈 做這個郭泰 拿盤 做原油對沖 誠意推薦 如果郭泰有興趣 有人在郭泰做的 想問這位網友 可以找我 我介紹 做了中間人 不過是不收佣金的 好了 今天其實節目很簡單 兩個字 一搽一搏 不是這個熱問 打架沒事的 一環一直 是不需要詠春 一環一直 我又不是梁朝偉 今天就拿了 沽 沽什麼 看完圖 也就是沽油 不用想了 沽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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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沽金 沽油 沽油 這幾隻 拿什麼 就拿股票 不用想 恆之急性 這個也很誠 很誠 其實這三個星期前 應跌而不跌 這三個星期節目都說清楚 三個星期前 絕對有條件 要來調整的 就是說 所謂的五月 六月 六月就上兩個星期節目 講解過六月的效益 不過這就是 適合到美股 六和九月的統計 所以當然 如果美股有個大調整的話 應該第二節很有趣的 我又用了我最喜歡的 時速分析 去做一個 美股的時速分析 這個我繼上次金 去年12月的金之後 就是一個 我覺得挺不錯的分享 應該第二節 是很有教育意義的 這個當然也是配合 時速分析 在美元 美匯指數 美元對日元的表現 當然金 我可能很快就記錄一些金出來 金的那個 在去年12月在上海 就有個教育 上海黃金協會 那次那次就 表演了一個金的 預測 用時速分析 預測 黃金在2018年的3月 應該有一個底位會出現 希望成功 目前現在也有狂叫 因為越來越似 右肩真的正在砌 因為銀已經首先發爛 那些銀 那些油 不用想 油當然 這一陣子我看到要爆下去 才會再升 上一集兩集 我們就講解 其中一個分析 即是一個研究員 用了自己的模特兒 預測 油在下半年應該會高一些 當然現在也這麼快 現在這一陣子很明顯 是要先試一下 那一開始就講這些油 現在油就講的是 現在幾點 5點 5點8 油就黏著地路線 是吧 大家純粹看 玩了這麼久 看圖形態 看見什麼形態 小時圖 一大塊頭 左肩 右肩 頸線 再者裏 嘩 多漂亮 所以今早 一開下來 那些油就知道 玩完了 那些油 純粹度 頭肩的高度 剛才跟阿萊說 44元 頸線是48元 頂不是1元 不是那個霸炒 4元 4元的頸線 穿頸線 4元 真是44元 這一陣子 如果純粹看這個形態 又下44元 穿不穿44元 又另做別論 由現在堆下去 其實一直堆下去 都很肯定 下44元應該都可以的 所以油 今天晚上第一隻港 就是不用擔憂了 因為新鮮滾熱 就要對它 好了 上個星期 回顧上個星期 上個星期表現都不錯 第一件事 上個星期幾個股票 叫大家持有 這幾個股票 就是前一個星期 我們選股是選出來的 前一個星期選股是選出來的 叫大家不要緊 上個星期你繼續持有這幾個 裡面分別是778 這隻可以 九個無九 升到上去 可以的 帥哥 你看到這圖嗎 一路衝上去 所以這是日線圖 放大一點 上個星期說 如果你買了 繼續持有 現在今天收市 今天是星期五 如果上個星期三 你就自己計 五四 五四 三 一 五四 三 這些位置 其實應該是上個星期 這些位置叫你買的 上個星期這個時候 繼續持有 不用想想 這些始終是很穩定的 因為香港地產股整個行業都是正在升 你看到長江 你看到恆基 每個都正在升 今天包括選股器都有幾個地產股 所以整個行業是正在抄上去 這些樓價慶合合 這是正常的 第二隻就是 前個星期提供 上個星期都是要繼續持有 就是這隻PICO 這隻就是做展覽會 那些幫人搞場地 阿卓那些壞東西 這隻東西繼續 意思就是上個星期 仍然繼續穩步上升 第三隻 這隻就是范海 范海 對不起 范海今天繼續很挺售 收了兩個2.7元 也是先前在這些位置 開始買 先申報 我還有的 我還沒走 因為我自己也覺得不用走 圖仍然很漂亮 繼續持有 今個星期一二九都有份 所以這隻就繼續了 另外上個星期 有一隻 二六零七 上海醫藥 應該是否遭到停滅 沒有遭到停滅 上回去二十一個半 上回二十一個半 上星期停滅 應該是放這條線 沒有穿到 然後再咬上去 如果買了上海醫藥 都還沒用走 你也可以再撐下去 停滅 放上個星期節目的位置 如果忘記了 就很容易 看一看一看圖 就是在現在這個底位 就是這樣 因為這條線是二十一個七五半 上星期建議二十一個半 如果不穿 就再跟它捏久一點 沒有問題 反而另外一隻 一路叫大家買了很久 一九七亨泰 亨泰在頂位 終於出現幾支陰燭之後 就吐出來 因為那天都升得很漂亮 亨泰一直都幾長時間 你看看星星多漂亮 漂亮得來 還有什麼看著 每次都是被我這條無敵的 EMA托著 好了 那就是說 如果亨泰這個星期 你買了 就穿今天地牢 就走了 很容易炒 今天地牢記得 一路四 今天地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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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五三 就七五三給他 如果星期一回來 你買到的話 就輸幾支 就走了 如果純粹看其他指標 這隻要走 但是最後一關 最後防線 希望不要穿這裏 不穿這裏 還可以有壺叫 駁這個底 再走另外一波 不過 其他有三個技術工具 都已經顯示到 又不靚仔 所以這隻 這個禮拜的選股器 就沒有他份 197 亨泰 另外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三個節目 就是英鎊 英鎊 英鎊都可以 其實那天的英鎊 很明顯地 是有一個很清楚的 英鎊 英鎊 好了 先放大一點 先放大一點 上個禮拜三就是 看看幾號 二十六號 二十五號 二十四號 二十四號 二十四號就是這裏 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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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因為英鎊 陰陽足出現了 在頂上幾支陰燭 結果 那天很明顯的陰燭 從陰陽足的角度 那天也是要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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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個禮拜都 在1.28 齊頭的位置 那裏 那裏 前天才 押回一點點 不過你看不到 今天 總算上得來也好 都是被一條 押著 所以 這裏 應該是二十天線 沒錯 被二十天的 移動平均線押著 那如果看一條 快一點點 應該第三節 第二節會講 講關於後向 當然 在上一集 我經常都說 我在搏 那裏 我仍然在搏 那我都覺得 搏到的機會 越來越大 所以 如果那裏 被我搏到的話 那為什麼開波節目 就說 對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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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oter 建議在這些位置,因為我也看過那個節目 因為一時講過什麼不知道,他就忘記了,說了那麼多 因為其實他隨機指數,這個就應用了上次的工具 大家看到嗎?隨機指數 上個星期23日為何說是對英鎊,因為隨機指數在頂位 兩條箱加一條快,終於衝了一條慢,然後向下苦衝 所以在這個位置又出現了這個信號 而這個信號就是在這天出現的,大家對著白色的虛線 你一旦扯下去,不要轉彎,就是這個位置 所以上個星期說如果純粹看,也是會這樣做 為什麼你會用隨機指數呢?不用想了,很明顯就是因為 英鎊其實都是一個環而趨勢,如果你用20天的平均線 正在橫行,即是上上落落,即是沒有趨勢,沒有趨勢 我們就用這些信號,你不要理會,隨機指數在底下 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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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記得在不同的時候,就用不同的工具,就不要一部通書看得到 好了,這一節還剩下一點時間的時候,就先買廣告 第一件事就是我們這個技術分析初班六月就會開的了 初班裡面就會講最基本就是這些 Di怎麼計算,隨機指數怎麼計算,RSI怎麼計算 什麼叫平均線怎麼計算,我們怎麼用,怎麼用而已 不一定,什麼叫訊號會說這些 什麼叫圖形,什麼叫陰陽燭,陰陽燭怎麼去畫 這些很基本的東西,一些名詞 也都給你問一下一些名詞 這個會是一堂三小時,如果不夠就開兩堂 因為會在六月搞,整個月我都會在香港 所以六月大家夾了,因為已經有三四個人 給了錢,在等初班開,所以這個月就會開 你記住電話打來39558673,39558673 找寶寶,找我們台務寶寶 就找他講下你想哪一天,你有興趣 想上這個班的,你告訴他哪幾天,你有空 大家就盡量去鋪在一起,因為可能有些 找這個不行,那個不行 所以就盡量鋪在一起,那就最好了 所以你就打電話來,有興趣 就兩差多東西,兩千多元,應該是兩千四元 如果你是FTA會員,就有九折 你就要告訴他,報名的時候 你告訴他,如果你是FTA會員,到時候 你會上課時告訴我,我就會回答給你 好了,初班,記得不是上一次 我們那個實戰班,是初班 好,這一節就這樣,待會回來第二節 這個星期,有很多好事